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环节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家居风水的洋宅仪语记 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都希望自己家是一个安乐窝 舒舒适适有非常之和谐 原来家的一些摆设或格局方面 躺躺在哪里 家的摆设又摆去哪里 原来大有学问 这一集我们邀请到麦荣耀师傅和我们一起去谈谈 多谢麦师傅 你好 梁小姐 你好 你好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何家居的格局 甚至房间的分配 每一个布置要这么讲究 以及我们要看家宅的风水 最主要是如何看 我们看一间洋宅的风水里面的布局 是要很严谨的 嗯 我们首先要将一间屋 要量度好它的座向 然后在一间屋里面最好用一个图 把它分好每一个地方的方位 是 我们有一个图 就会将整间屋画好 然后分出有二十四个方位 现在看电视机上面 这个图就是这样 那就是家的分布图 包括厅在哪里 房间在哪里 厨房厕所的位置的分布 然后就要 咦 我看到有很多格 这里有多少格 那么我们因为一个周天是三百六十度 分为二十四个方位 就为之每一个方位有十五度 首先我们要在一间屋的 我们叫中间的极位 分出来 分到二十四个方位 每一个方位有十五度 然后一间屋分小一点 就知道每一个方位 对我们间宅屋的每一个人的要求 首先一定要去到它实地 将这个间屋的座向 是座多少度 每一度都不同 计得清清楚楚 当然那个度数要计清楚 才能够计算里面的方位 我们风水术语讲 多少度呢 叫分金 分金 分金 有一句术语讲 分金差一线 富贵不相见 要计算了一两度 计算出来的里面的效果 是不同的 所以就是说 要很谈慎 小心的 计算这个方位 再来定 如何配合格局 去影响主人的命 云 是的 这是每一个人 在一间屋里面 房间分配的安排 说房间 通常这些小家庭来说 两房一厅 就是一般香港家庭的格局 即是说两房一厅 甚至三房一厅 那我怎么知道主人房 应该放在哪里呢 因为在我们沿途有利的朋友 都知道 其实主人房 对于整个家宅是很重要的 是的 那我们每一间屋主人房的安排 是特别要重要的 是 因为主人是一间屋的支柱 是的 那我们要如何安排这间 主人这个屋主的睡房 那我们一定要计算出它的名卦 名卦 以前我们说过 如何计算出来 是的 之前那一集和大家教了 如何计算 计算自己的名卦 好 假设我知道我们自己的名卦 那接着又如何分配呢 那我们将自己的名卦 计算出来 就要在一间屋里面 要知道方位 是否配合我们的名卦 嗯 例如 如果我们计算出来的名卦 是 我们是属 六 或者七 这个六和七 这个名卦是属金的 金这个位置 在我们的五行八卦方位里面 在一个西北和正西位 嗯 那如果我们的家屋 在正西或者西北 这里有一个主人房 那主人这个名卦 是西北的名卦 是六的 或者是七的 那么配合 住在这个西北的房间 那就最理想了 嗯 那我们有图看了 现在看这个图 我们当这间屋 这个图 两边后面房那边是北面 嗯 电视机左边 这个房是西北的位置 右边这个房是靠东北的位置 那如果我们的主人的名卦 是西北的名卦 是六或者是七的 那最好将它安排在这个 这个左边这个房间 就比较好些了 那如果我们计出的名卦 本身是这个属八或者二的 这个名卦是属土的 那么把它安排在右边 这个东北这个位置 今天更妙了 哦 原来就是要这样计法的 是的 那我们讲完房间之后 我们就要再讲一下 家里的家居 是 颜色也很重要 那究竟有没有说 什么家居最好 放在什么方位又要计 接着就是方向 放在什么方向 刚才又说要配名卦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呢 就是家居颜色等等 这样我们的风水 家属的颜色 都要配名卦好些 都是要配的 都是配好些 假如我们的名卦 是属 先人说是属 这个金的名卦 是属 六或者七的 那我们睡觉 睡觉是西北的位置 那如果床上的所有用品的颜色 都要配合生黄和金的 那就好了 那金本身呢 最好是土生它 因此 我在睡西北的位置 床上的用品 有些米黄 米白一点 对我们有生黄 有比和的 对它在这里睡觉 睡得舒服些 对它身体也好些 在这里 如果用到红色的东西 这样盖着自己 就会压着自己 那就会有影响 那就是要利自己的颜色 或者和自己相同种类的颜色 是 譬如我刚才 师傅和我计算 我是熟肚的 是 熟肚的 棉花呢 就是要适合什么 傢伙的颜色 或者配搭上的颜色 有什么要跟逐的呢 土本身是黄色的 我们最好 自己用的 在家里计 在睡房计 用得比较迷黄一点 跟我们有比和的 或者有少少粉红 女生特别喜欢 这些都是生黄你们的 很和谐的颜色 有些浪漫的颜色 粉红色原来適合我 是的 那就生黄到你自己 最不好是什么颜色 要避露 尽量少用什么颜色 假如你熟肚的命挂的人 床上的用品 我们的枕头 皮 颜色 要用绿色 绿色是属木 木就是常常黑着肚 常常瘦黑 睡7-8-9个小时 常瘦黑 就会影响自己身体 会不会越睡越累 越睡越累 没有什么能量 会的 会影响自己身体 睡得久 或者身体的毛病 会多些 然后我们再深入一点 再细分一点 家里很少摆设 譬如我们稍后会再讲 镜的安放 神流的安放 中的安放等等 不如首先说镜 是 很多人家里有很多镜 包括棉花也是 我自己在厅里 放了一个连身镜 因为出门之前 我习惯再支撑一下 照镜才出门 然后房间 我又有镜 因为我梳妆的位置 都是房间的位置 厕所当然会放镜 甚至有些人 镜是一个装饰品 放在大厅里面 有什么很漂亮的 所以镜在家里 一定会出现很多块 有没有讲究的呢 在风水里说 镜是很讲究的 镜是分很多种类 都分种类的 有粒镜和突镜 有平面镜 粒镜和突镜 一般家里尽可能少摆设 因为粒镜和突镜 主要是放在屋外 对付岳链头 岳的形势 来化 所谓化砂就是这样的 即是风水镜 其实是 那种叫风水镜 哦 粒和突镜也是风水镜 如果在窄屋里面的平面镜 我们有些是生活上用的镜 是 但是这张镜 有时摆得好的位置 一定会有刺激的效应 摆得不好 它会有好坏的影响 是 不如我们又看看这张图 我知道 查一下自己家里的镜 是否这样摆 就要留意一下 这里有很多张镜 首先说主人房 主人房的床是这么睡的 床尾上面有一个镜 我们躺在这里 那便摆着床 那摆着脚 那摆着脚 摆着脚 摆着脚 没什么问题 摆着脚而已 是很大问题 为什么 若我们躺在这里 那你首先一定摆得到脚板膏 对吧 是 脚板底 摆着脚板底 摆着脚板底 摆着它 如果日子内 那些人很容易有脚的毛病 会影响脚的受伤 是这样的吗 对 那时照着脚板 慢慢摆着脚板 便会影响脚的受伤 我想身体上也不太好 早上一旦摆着脚板 也会看到自己摆着脚板 对 自己的样子这么乌卧 也会被自己吓着 对 过去 这个镜头不是太对 所以不要摆着脚的位置 我看到旁边有女女房 这一块镜头是摆在她身旁 是影响到她身旁 可以吗 这样也不错 这个镜头我们刚刚看到 它躺在床里面 照着我们自己 镜头整晚照着自己 也是一种杀 如果日子很久的话 这会影响人 一是睡眠 是 影响睡眠 二是影响出来 很容易有些受伤的东西 会有血光 对 受伤至碰碰撞撞 有点意外 整双手脚也有的 所以睡房最好不要摆镜 如果是这样 不是 睡房 因为我们现在一定要有镜头来生活 对 有时要化妆 对 我们建议这个镜头不要紧 有时要照一会 在镜头上再装一个窗帘 一条通 装一幅帘 照完 我们把它关掉 这样 比较理想一点 或者把镜头放在我们房衣柜门里 对 有很多设计都是这样 这是最好的方法 对 不要整天在房间照着自己 嗯 明白 原来有这个巧妙 记住 把镜头关掉 用后才打出镜头 好 接着我们去厅的位置 看到 包括旁边有厨房 有浴室 但是刚刚旁边 厅的位置 有一幅大的镜 是照正去厨房和浴室的位置 对照 可以吗 现在这个镜头 对着我们这间屋的厨房 嗯 厨房门 一边 冲过来 是一个租的 牢租的口 你说 如果这样对着的话 这间屋住的人 很容易有 血缸之災 哇 而且很容易有上呼吸道的毛病 上呼吸道的毛病 也会有吗 是的 所以真的不要照到灶 这个是吗 这个牢租很重要 牢租 在风水上 牢租是很重要 首先这间屋如果这样的话 第一 它就 厨房门 冲过灶口 嗯 第二 镜头 再照进来 灶口里面 这些是最坏的布局 麦师傅 我看到 还有一幅镜的摆位 就是 放在大门旁边 但是这片镜头 是影响到 雷女房那里 房门的 那又有什么问题 是 是 那现在我们所见到的 就是这个雷女房的房门 被这个 在外门口的大镜照着它 嗯 那我们呢 凡是房门口 被大镜那样冲着的 都是主要这个健康 影响健康的 影响健康有机会是受伤 这样的东西 是 所以镜 就不是乱立 摆 摆呢 你要摆不要紧 但是最好就是上面加一条E-tone 加一条E-tone上面加一条链 不用的时间就关上它 这样就没问题 哦 那就是说 摆镜有些秘诀 就是 不要对房门 是 任何门都不要对了 最好不要对门 是 又不要对造头 不要拍到造头 这个是最大的坏处 是 还有 不要对自己 作色的地方 不要常常有镜子拍到自己的反应 是 对了 用才打开来用 是 不用就收回 就是这么简单 是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 就可以好容易避免 嗯 除此之外 亦都有其他的摆设 例如 摆中的位置 那有没有一些 宗 家里有个大的宗 大家一家大小 有得看 通常就摆在最正宗 家里出门口之前 有个大宗 啊 很准时出门口 那样 有没有特别的 要留意的地方 摆中 摆中 都是要 在风水方面 要讲学文 嗯 因为摆中 我们 中是冬的位 是 冬的 最好就是摆一间屋的 我们的身旺方位 身旺的方位 身旺方位 身旺方位 我们为什么要摆在这些位置呢 因为我们的身旺 冬起的旺位 就对我们的 里面屋的人的 云情有帮助了 那我们的身旺方位是怎样呢 因为先拿 为什么有一个 二十四山的图出来呢 我们就要 在这个二十四山的图里面 找到我们的身旺位 哦 才能够摆中 最好 明白 那如果相反来说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摆在一个 叫做衰位 是 那它就会 衰位 会越来越差 远程都会 你说 摆在位置 不对的话 摆在位置 比较衰的 病死 绝位 那些不好的东西 大动 对 那出来 做事 有机会 有些小人 是非 在喷嚷 你 那 它不好的位置 常常 移动了它 引动了它 它就会 或者在家 多得疾病 哦 这样的 大家又要留意了 然后 可能 比较 有 爸爸妈妈 祖父祖母 有老人家的家 都会很少摆地主 神楼 或者供奉搬音 祖先等等 家里有一栋神楼 我以前的家都有 原来放神楼 都要留意很多学问 哦 神楼 一般 神楼 神楼的摆设 屋主也很广告 嗯 神楼的摆设 一定要 坐吉 向吉 最好 坐吉向吉 总之是吉的位 吉的位 吉的位 一定要 计算 屋的方位 嗯 意思 我们的屋 把它放在 宅屋的吉位 向吉方 这个 所谓的神楼 它就有力 是 另外 我们的神楼 最好不要摆在 厕所门口 那里 厕所门口 哦 不洁之处 不洁之处 我们的精神 就不太适合 当然了 所以这些小提示 大家又要留意一下 好 接着我们又说 最重要 家里和谐 夫妻和睦 家和万事卿一帆风顺 老师亦都平安 所以 夫妻那方面 譬如 夫妻同床 将床 当然 我们经常说 床头打架 床尾和 最重要 夫妻 你忍让一下 大家又恩恩爱爱 那就最好了 原来 在主人房 床位如何摆 甚至乎 如何安排 都有讲究 师傅 这个有讲究 是的 究竟夫妻应该怎么睡 要教一下夫妻怎么睡 知道 我们如果想夫妻幸福 大家和谐 睡觉是很简单的 有几回事 我们一对夫妻 谁睡哪一变 有时要讲究 原来 我们几千年来中国的古文化 很有道理 现在我们看看电视机图里面 我们有个好字 这个好字 我们是人都会写 是 原来 已经是 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先言 已经教了我们 一对夫妻睡的位置 哇 一个 好字 又不是一个女 一个子 左边是女 右边是子 对 对 左边是睡的妈妈 对 对 右边是爸爸 最好的安排 原来 这个好字已经露出玄机了 对 这个好字是露出玄机 但我们一般不留意 主人房最好的安排 就是这样睡觉 就是万一 我们 譬如主人房 移动不了 睡了一个 不是太旺的位置 都可以在床上 夫妻的 就是睡的方向 来再弥补 是 这个弥补 都可以補救 好一点的 让夫妻大家比较和睿 一点 是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挨拆 是的 真的床头打架 躲头床尾立即和 是的 很快大家和睿 是的 如果倒转了睡觉 其实很简单 由今晚开始 立即倒转 跟着好字睡 大家会开开心心 兼且是黄丁 会不会呢 会的 如果要生孩子 也是要这样睡 一 这是另一个问题 二 如果要小朋友 都要在房子里 找到生黄方 来到睡得更好 师傅 要教一教路 怎样呢 夫妻睡的房间 放置位置 可以令自己快点 有BB 每一间屋要找出生气位 生气位 生气位 就是主要生育好的 是 有没有说 在房间 有没有特别的小摆设 可以摆下 有没有特别的小摆设 可以摆下 你说摆下多少花 可以摆下 但是一般 不要摆太大碗植物 在房间 花这些小摆设 可以 另外 都是说一句 最重要配合你自己的明白 睡下去才能够弱弱得比较容易 好 大家都明白了 最重要是家里是嘉华万善兴 最容易分布到床的摆位 还有家里的小摆设 例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镜子 还有神流 中的摆位 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今天大家学不少东西 所以看着电视机 前面的观众 立即去看看家里 有没有像刚才麦师傅所说的 一些摆位上 格局方面 可以再来一个小小的执位 做一个改善 可以令到你更加舒适的环境 可以风山水起 好 多谢麦荣耀师傅 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好 我们在下一节目 继续和大家沿途有旅 师傅和大家说一句再见 好 拜拜